介紹一下 靚波王的電話 就做到下個月15號 佛誕那天 剛剛佛誕 公眾假期來的 靚波王的電話就是23990812 大家可以趁機會支持一下 那麼我們的 我又排在哪了 我們的QR曲 哎 轉眼間沒了的 大家在做節目都可以等一下 不要緊啦 都是這麼說啦 大家其實在我們下面都有介紹過 就是我們的QR曲 就是我們Patreon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基本上 那麼 回來了 我們的Patreon 就是QR曲 希望大家收到QR曲支持一下 comments、like和share 不可笑 也可以在現場試一下按鈕 五光十色這樣試一下 都可以在訂閱那裡 我見到我們經我們呼籲上一集 之後是好一點的 多了三個人 那麼多了 這麼多了 這麼多了 之後呢 又停頓了 多了一兩個 希望大家訂閱那裡 希望13000可以不可以嗎 差一點點少了 九十多了 一萬二千零九十多 剛剛在做節目的頭中 一萬二千一百 不可以嗎 在節目途中也要講我的電話 九八六二七三三三二 希望大家用Payme或者轉數快來支持我們 剛才在做節目的曹鐘也有一位聽眾已經用Payme支持了我們 Payme全數過了給我們 就不會說有YouTube佔三分一 今時今日 威廉這邊過來 坐得逼逼的也好 我先介紹一下威廉哥 其實呢 大家這個是比較長一點 如果要去柯寮 不關你事的 那你去柯寮不要緊 就這樣吧 反正畫面太壞了 我又出去 你又去吃口煙 是嗎 你又去看看 OK 好了 謝謝你們 那我先講 有時間聽聽我們講話 我先講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威廉 我認識他就是因為當年 DBC倒閉的時候 他就問我 打電話給我們 還沒倒閉 很早你們做節目的時候 還沒有 那時已經是二波雲天了 已經說我們二波雲天頂全 你應該說… 威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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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女來的 所以她是好聽一點 但是很差 就送給我 我聽電話的 她說想下廣告 她就支持一下 那看到威廉哥 她就支持我們 當時D100為甚麼 大家下廣告 100元當然下廣告 所以我們叫D100 D100是後期的 100元給個名字就可以了 但是我想說 這麼久以來認識她 其實為什麼我說社運辦堂的 可能是長毛 可能所有我們下來四巷街 看也好 溫和也好 激進也好 本土也好 什麼差也好 我們都很多時候在這裡聚會的 是啊 很多時候在這裡聚會的 說回靚寶王 就20年歷史 2003年沒有開的 很多事業去到2004年的錄園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還有世界盃之旅的 到現在20年搬 去到2014年搬 搬來這裡 一搬就剛好佔中旺角這個位置 真是糟糕了 接著當生意2018、2019開始好 接著就反送中等等 都經過很多波折的 其實我覺得香港還有一件事 經營界的材料 因為有件事最慘的 火鍋一定是吃新鮮的 是不是? 鮮肉、鮮海鮮、豬肉等等 否則吃得出的味道 火鍋其實沒有的 一個湯底 另外就是那些東西夠新鮮 五峰巷就統死了價錢 好像我們回大陸看那些肉類 說是平康那麼多的 但是你進入五峰巷 它統死了價錢 無法之上 這樣都是很致命的 這個影響了香港的飲食業的競爭力的 另外第二樣子 剛才你說Ali Pay的那些 為什麼或者什麼呢? 它是收容收到低 不過它的計法就是計算工作日才過數 一般Visa Master 第二天就有了 它收2.5%到2.2% Ali Pay的那些或者支付寶1.5% 1.25%都有 但是它是三個工作日 就是你今天簽了 你上月中清了機 它是三個工作日 如果你今晚好像長假期那樣 那樣就整個月的事了 那這件事都是很困擾的 因為其實食口又高很多東西 我們有很多都借了中小企貸款的 這樣用來延遲 就是希望拖到那個假期後 就是那個疫情後 那疫情呢 其實最影響的就是去到開關之後 在6月的時候開始就這樣掉了 什麼? 訂做電話 是啊 這個阿Dy說它上近27號星期六 打這個電話來了 7點半 7位 好的 多謝支持 昨天都有人因為受到呼籲 都說他是圍勞的粉絲 很感激 很多謝 其實我都經營不善 都差了 那20年終於都搞不定了 沒有辦法 真是硬不住 那其實有封銀行信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有封土地審財署要收回那個店 那什麼土地審財署 它要去土地審財署收回這裡 收回那個店舖 因為它不肯減租 因為很多業主都弄了 它曾經丟空都不可以減值 但是當然銀行每兩年就會 會evaluation它的那個物業 那這些我不管了 關於業主要怎麼安排 但是現在我這裡最重要 很多伙計都跟了我十幾年了 那都要計算一些數 給他們這樣 而香港其實不理說差 一定不差 香港曾經是一個美食之都的 我們都給日本的blog介紹過我們吃東西 因為我們有我們很特色的豬骨煲 這些是跟澳門很不同的 那當然香港人很厲害的 每一天都在他的手 它會改善了 我們就加了一些粟米 那些蘿蔔四方形尺 還有加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有時候會加了一些豬肉瓜 令那個湯更甜 就是將那個豬骨味提升的 而香港其實呢 都成二、三十年是沒有吃之都的 真的的 如果以米芝林的三星級來講呢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是 比東京拿的三星級的米芝林多很多的 那香港為什麼呢? 是一個什麼?自由港嘛 免稅嘛 很多東西 那香港人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很喜歡創新的 哪一處好的 它就去試 立即去進貨 進那些料 那變成你就沒有那麼多監管 那日本就不同了 譬如你這個罐頭湯 如果裡面有肉類的 它又不讓你進口 某樣它要保護的又不讓你進口 有種子呀 蔬菜呀 那變成就算去日本做生意呢 你如果想將香港的搬過去呢 都需要很多的困難或者申請這樣 那當然它有自己的農業保護政策的 那日本的食材是優質的 那我說回香港其實呢 這個美食之都就因為有很多免費 或者免稅給你嘗試去做到食物出來的 那其實我去過那麼多地方了 香港最棒了 你想韓國菜有 泰國菜有 是吧 越南菜有什麼菜 好吃的你都可以在香港吃到 雖不中亦不願意 而且都會很合香港人的口味 譬如像麻辣那樣 香港那種麻辣和四川或者大陸那些差一點 但是那個香味反而是贏了 包括日本 那些人開的那些港式的麻辣東西 麻辣涼本 麻辣湯底都OK的 但是現在香港搞得那麼差 其實就很基本上那個中產消費的確是少了很多 因為火鍋屬於都不是下價檔的消費 都是屬於中檔或者中償那樣的 那麼任務上的質素要求的人 你問你會不會再開第二間的 都短期都挺難的了 挺難翻身 看看會不會被告破產呢 談不談得怎麼樣呢 我可以給你一封信 大家看他們追我多少錢 另外以前中小企借了那些 都在等還 那麼希望還息不還款 其實我們都有談過 看看可不可以再給多一輪 那個中小企的貸款支持我們 但是政府都沒有錢用 它自己都說沒有這個預算 說那個基金那個 林鄭之前那1,900億 那個資助中小企都用了 那麼當然那個資助中小企 不只是我們飲食啦 有很多外圍啦 譬如搞得最翻身就是東螢油圈生啦 東螢油你們聽過呢 借了不少錢這麼多個旅遊那裡 那麼其實現在我都是 雖然有點悲良 都希望大家臨尾回味一下香港的口味啦 因為其實豬骨煲的確是 有機會給大家看一下 很多日本或者我的親戚 在外國都說 咦 香港的豬骨煲是很不同的 因為你選擇的骨都不同的 因為你不是豬骨煲 不是什麼豬骨都放進去煲的 那麼我們成20年經驗 怎麼去處理這個湯底 那麼我覺得奇怪 近來就少了 以前我們初開呢 旺的時候 那些人來這裡一定先喝一口湯 因為你知道煲豬骨 都是很浪費工夫的時間的 那麼我們做這些都是 有些心機啦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 但是都已經去到夕陽的時間了 不知道將來還有沒有這些 香港的飲食的回憶 譬如好像蛋撻啦 燒鵝比啦 香港有很多一些很出名的飲食 那些人來這裡一定要吃的 其實你這裡呢 我要講給你一個意見啦 很多聽眾都想來支持你 但是很多都是這個 其實基本上 你叫我一個人來支持你 很難支持的 一人之境的套餐 一人之境的套餐 一人之境的套餐就是怎樣呢 就是我想起周星馳那套 什麼的癡心斷場面那些 就是說 很簡單 一家裡的飯 一家氣餐 一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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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塊水做不做到這個? 你不如做一個一人之境 這個要度一度 因為其實那些工具是很不同的 是嗎?你本身沒有 沒有那麽小的工具要入那一批的 那就沒有了 這個時間 有些碗做得到這件事的 那個煲都不一樣 煲都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它不用煲的 它做好那碗湯出來就是那碗靚煲黃湯 麵在旁邊 但是最重要的是有大的湯碗 那就貴了一百塊 如果你靚煲黃湯麵 湯飯 再配菜這樣 我要這麽說 我就吃那個什麽 所謂沙爹牛肉麵70元那個 老實實 裡面真的只有幾片牛肉 你說有幾好吃的牛肉 我也不適合 我們那晚六個牛肉 一定不適合 新鮮當然了 不過我聽覺得現在很多的食肆老闆 一個悲良 進入悲良之境 不止你 我聽了很多的故事 做食肆而已 做生意而已 做到要背幾十條數 人工啦 最主要是人工那裏 自己又沒有人工出啊 最慘是自己都做到沒有人 但是你預告的 然後要出錢給人啦 還要爭錢啦 政府那裏借一筆啦 現在又要還 銀行又要借 又要還啦 其實飲食呢 雖然那個GDP不是很普通的 但它真的保護了那個失業率的 我們都知道了 銀行就是百業之機 不是 百業之母 地產就是經濟之機 飲食服務行業其實吸收很多人 而因為服務行業的確可以高些薪金的 因為這種專業服務啊 這樣 而這件事如果是 爲什麽可以傳承到呢? 香港就是因為實在很多外來人可以來吃 也都比較了 因為美食之都呢 東方之珠其中除了是免稅天堂啦 購物天堂就是飲食那裏 無論你什麽外國 什麽人都可以吃到 它適合吃它好吃的東西的 那香港就是這件好東西 香港人真的很靈活啦 想東西 還有它做任何設計 好像我們那個年代 年輕人的年代 就很多日本遊客的 日本那時經濟大爆炸 很多都為了它學日文 甚至一些日本菜式 香港的菜式 地道菜式適合日本人 那它們吃師傅啦 海鮮啦 那後來開始到大陸化了 那當然大陸人來到香港 當然不會吃回到大陸的東西啦 當然我們去日本都不會吃一些 廣東菜啊 粵菜都吃回日本的東西啦 那我覺得這件事 香港要振興起它 首先就是不要趕客先 不是我們香港是政府不要趕客先 給一些寬容一些的 就是我們回想回我們以前那年代 七八十年代 經濟一段時間是不好 八二年的時候 中英掃簽香港是很大 很慘的 但是那時候英國有一個比較好的開放制 譬如給你做小販 地攤機等等 那這種寬容都不會拉得很厲害的 從七十年代開始的 就是危機的時候 年代已經開始了 但是你知道這裡很多樓 就這樣畫個位給你做小販 這裡很多樓以前都是那些下面 這條廣東道的小販 賺了錢之後買的 就是它一級級上去 真的小樓 就是寬容是很重要的 政府希望他們做一些寬容 不是有心要亂應嗎 對不起 今天沒有拿到一些告票 只是想給大家看一下一些告票 4A 32C那些做食協資的 所以你問了我要說 我們靈波王就做到5月15號 發財那天 這樣吧 十六月要加報給別人了 所以你家超還在說 我們相信你有變更的方法 你撲街啦 你說完那些風涼話 你政府做少一些東西 插手弄死香港的飲食業 你做少一些這些東西啦 就是有些客人的心聲 我相信你有變更的方法 你也有變更的方法啦 政府 就是這麼說 便宜的有時候有很多客人吃東西 為什麼那些東西沒有落到的價錢 香港的價錢 通常不是那麼高 主要你真的有些東西是 五風行或者一些專業 就是被它是專業壟斷了 那你根本沒有辦法便宜下去 有些東西是 但是這些政策 但可惜不是擁有香港的權力 如果它肯開放多些鮮肉 比如越南 泰國入口 那可能會更加好 但是五風行一定要經過人的鮮肉 就是你冰鮮都OK啦 是不是 那你都不夠人便宜 你怎麼練呢 做多好美食都做不到啦 還有一些網友就是 你真的是天真啊 有沒有減租 我想這些幾年啦 人家才能接受到這件事呢 你知不知道現在尖沙咀黃舖 還加租 是啊 沒辦法 你要撐大個洞 你一定要這樣做的 因為其實很多舖都在撿 尖沙咀那邊好像黃了一些 我都說了 街上好像不反應 這樣啦 首先就看那個政策 一國有些食肆又開回來的 不過很多是大陸下來的食肆 譬如有些做麵包店 有些做麵 做很多這樣下來 他們就習慣 湯文綠說就是我們focus這些 我們不要focus 糟糕了那些 是不是 但是香港沒有了自己的特色 吸引人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特色跟你不同 你才來的嘛 我們去外國吃東西 去英國 我都不會吃那些粵菜 嚇死我的東西 又貴又不好吃 當然 人來鄉治就不是來鄉鬼 你去到那裡 比如在神奈川縣 日本去中華街 那些日本人吃粵菜 很開心 吃燒鵝 吃叉燒 我們就收拾叉燒 覺得很棒 但是香港人要人家來 吸引人家來 你除了政府要寬容那個政策之外 就是你能夠把食物那些 肉類那些等等 要一定的放寬那些入口 那你現在香港自由港 什麼自由港 很多都不給人 我以前都不是自由港 是啊 你的早日很簡單 你只是日本 你覆水 那個 覆倒那個是廢水 人家日本人都不怕啦 你信不信別人 限制的那些食材 政治要交代的 那個是政治任務來的 你很多食材你這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 東南亞比較優質的農產品 一定是受到日本的 因為它又近又短 我們香港吃了很多很好的水果 這些材料 可以煮很多菜 沙律 或者煮很多菜式 那你多了食材 那個設計創作 變成本地化之後 自然吸引人家來吃 這裏我也有一個問題 多不講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因為靚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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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我們扔了也要繼續給個尾的 這裡會繼續營運的 或者我遲些會做一些關於日本歷史的節目 有趣 我會陪你一起做 或者我會錄影之後做首播 因為其實很多你們去日本玩 很多實趣很好玩的東西 你們不知道 例如去神社 拿些魚豬印 或者怎樣去供服那些神 你可以剪好為了幫忙的出聲 這個我會 大家都知道 我們剛剛收了聽眾的一年的年費 我們會走下去 還有什麼方法 我們都不會很肯定地跟大家說 我們起碼做到11月 不是那個情況 這個也不是我們的目標 就算你們 寫頭到這麼上一刻都一定要退的 因為其實租都貴 它不肯減 是不是 現在四維的那些油租都便宜了 那你現在說 它根本就趕你走的 就是每個業主這樣有商有糧 那你就不同 因為以前真的種壞了業主 尤其是同資這些 覺得自己的物業是補 不會接受的 等它是獲勁的才想的 是不是 很多時候說 影響 因為這些 舖也好 樓也好 是香港人的資產來的 是間接稅來的 政府的間接稅來的 而且也是銀行 它會怕影響將來可不可以再借錢 就不是說銀行找不找找 其實銀行未必會找找找 但是會影響它的估值 其實香港很基盈的 結果呢 香港的政府 水手結構其實是基盈就算了 這些不說了 但是有一件事 那個成本是很重要的計算出來的 就是你收了多少東西 政府所得意出來的 你所做出來的那個福利裡面 那個培養那裡 還有當然了 近期 早幾年其實都挺好的 關於那些再培訓計劃的確是幫了一些人才轉型到的 但是現在轉型了之後 沒有東西給你做的 為什麼會沒有東西做? 經濟不行 為什麼經濟不行? 沒有了外來流通 香港從來是一個買版的地方 幾乎是那個國家的 買版的地方 我們停的那個服務 你轉口說我爸以前做的 但是你Tellycar 就是那些做船運的 最初是做日本 後來有些越南 那些貨出入 那是免稅 那是很方便的 的確 船是需要補充 要補給 停到某個地方 就有個地方可以帶動到的 好像以前灣仔 那些朋友做灣仔區 有美國軍艦 每年兩次 除了帶動那些夜生活之外 海南經濟 飲食 做裁縫 製衣 那時候我們最喜歡帶他們去買橡牙 橡牙還沒禁運 那時候很多東西 這個帶動了一些高消費的東西 但是現在你又趕了美國走了 又對美國那麼直對 香港其實整天是美國的 不要緊 你解放軍航也派這些軍艦下來 軍人消費回來都可以的 其實 沒有問題的 我們 他沒有這麼強消費力 這些東西 總之今天 靚毛鴻說了他的情況 在5月15日之前 大家訂座 晚上7點後大家訂座 四點鐘打來訂座 他的電話 哪裏有人在這裡 你不要點我 現在有他的專業聽這電話 是嗎? 在open rice那裏訂座 那個網上那裏 但是要回味這個味道就是什麼 早上個月也有幾個朋友去英國 到最後試試香港的豬骨煲 燒鵝 什麼糧粉 吃完老婆餅 B仔糧粉 是啊 現在不可以說B仔那些 不要嚇人家 我們再講講你的節目 總之 等你搞節目 我和我們一起做 等你一起講日本 我都講了兩句 本來我上一次也跟你們講 真的還沒知道結束的時候 我們6月12日一周年 記得留個日子和大家搞活動 我後來講了6.16 那個星期日 我們都在想搞什麼 靚波王一定不會了 已經不存在了 做6.16就想一下去6.16 6.16不是那一間的 好像全部都散了出去的 我本來想和大家一起去一個遠程的旅行 旅行社合作 我打算會不會去泰國 或者什麼地方 比較遠程一點 你帶我們去日本 我們去研究一下 還有時間去想一下 還有你現在最愛的攜港 有傳聞有起步 我們真的 什麼防火委員會 什麼關愛